双十一档鞋店家拼业机纸箱工厂 拼赶货都能采进独家直戟老四号的纸箱工厂 现在光这一天就要生产40万个纸箱和礼盒 切折横割出线条 镭射打样粗稿 确认颜色同样后就能进入生产线 手工搬运一大叠纸板 切割出客制化合适 送进印刷机 一张张纸板像印钞票不断跑出来 每小时可以印出一万五千张 印刷板送进扎盒机自动切割成型 最后步骤在纸盒上涂上特制白胶 透过机器连红装进包装箱中就可以出货了 连受破译的老四号印刷厂乖乖乖新东洋快车肉干 都点名找他合作 为了应付客户双十一档旗的礼盒 两个星期前就开始备货 大家都加班 像我们目前都会做到十点十一点都是可能的 出货量比平常多出两成 人民为了赶货每天得加班五小时 台湾目前都跟着节日走 所以我们也是因应厂商 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他配合 为了盯景年底送礼忘记 七年级第二代老板杨仁君忙进忙出 放弃工程师梦想接家业 挑战也不小 尽量全面自动化 自动化就是效率提升 这是传统传业最基本的做法 30K都难请到学徒 面对人才慌 老厂拼自由品牌 不止接订单 也要自己做 开拓新岛路 东征产业新闻小韩宇家豪 新北区报道